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边借用的SDLC里面的一个Vmodel来说一下说我们在开发的各个阶段之中 不同的测试所对应到的不同的design 那在想象我们在有一个在开发中我们可以拿个需求跟story等等之间 那我们会做一些需求的分析 那做一些high level design 这high level design可能是你的table的设计 你的要用什么样的enqueue等等之间 那这会做一些low level design 那low level design可能就是你的code 怎么写可以去符合我们的业务逻辑等等 那右边这边所对应的东西是测试 那单元测试就是对应 常听到单元的测试就会对应到的是我们的low level design部分 那整个测试就会对应到的是high level design的部分 那这边说测试就会对应到就是我们最后的东西 我们做的东西是符合user的希望 那在右边这三个测试其实都是都还蛮重要的 那当然在实际上我们都会希望可以将他们做个自动化 那但是这些自动化的这些每个不同的层级的测试 那我们要测试的自动化是要做多少 是做越多越好还是哪些比较重要呢 那这边也去引用了Michael Cohen在Succeeding with Adria 这本书中提到一个概念 这是测试精神堂 那这个测试精神堂它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测试要分不同的力度 那另外就是在越上层的测试的部分 它的自动化比例要尽量要做得越少越好 因为在上层的部分我们看到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成本会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一个好的比较好的测试的结构架构里面 那我们应该有大量的并且力度小 执行快速的一些单元测试 去支撑我们整体的大部分的逻辑 那再会有一些比较力度比较粗的一些测试 那去执行我们的 去对我们的不同的component之间的交互作用 做一些验证 那最后才会是一些M2M的测试 那在这几个力度的测试里面 单元测试可能大家常会听到 也常会做 也大部分都知道怎么做 那具体来说整个测试的部分到底要做哪些步 是要做什么呢 那这边我们可能可以来 这边引用了一个就是 Michael Barber在2019年那个Twitter上面的一段话 他就提到了 就是告诉我们说 整个测试 他并不用去测我们那些的业务逻辑 因为这些业务逻辑 他已经被我们的单元测试 以及电收测试所涵盖 那整个测试要测什么 整个测试应该要测的是 Component之间的管道起边排 他用管道起边排的这个说明 那我的理解 他提到的就是在Component之间的flow 那也呼应到前面的投影片提到说 就是整个测试去测的是 验证的是我们Component之间的沟通 有交互作用 那右边这一段的话是 因为其他在这个提出的时候 蛮多的一些讨论 那有人提出了说 那我在写一些Code的时候 我也会一些Pure Function 那我的单元是用这些Pure Function 我的整个自己也Code 这些Pure Function 那这样子是不是 就是我整个测试 就会重复在测 单元测试测过的部分 那这样子是不是 单元测试已经过时了 那Uncle Bob 他就在根据他的这个 所以就去做这个回应 并且强调说 在整个测试的部分 其实因为我们Code 可能是用Code API的方式 所以他并不会走到所有的逻辑 也不会走到 意思就是不会走到所有的Code 那整个测试 他是不能去取代单元测试的 单元测试及验收测试 确測的是 我们的use case 或是business rule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刚才前面提到 整个测试测试 Code API之间的互动 就交互作用等等之类的 但是你在你的 情节物情境逻辑里面 你可能会有一些 Error Correction 或者是说一些 Recover的一些机制逻辑 情境等等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应该都被涵盖 我们的单元测试 跟验子测试里面 所以他这边最后再次 再强调的意思说 整个测试 他去check的是 Code API之间 跟其他的对象的沟通 OK 那 在整 那我们在 一般在Local开发 我们怎么做 整个一个整个测试 那如果以 DB这一层的为例来讲 那开发的时候 我们可能 如果你一开始 可能也许 用Duck 或什么方式 起一个真的DB 那你就写你的 TestCode 去连这个真的DB 然后去做 你的整个测试 那虽然这样可以 可不可能 会比较麻烦 因为你的Code 跟你的DB 是分开的 所以你DB 可能要记得开 不然你的测试 可能就会负负 等等 那你可能 那我们可能会想说 那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那就选择了 Embedded DB 因为那 那以用Embedded DB 的方式 就可以让我们测试 Code跟DB 是一起启动 那就会减少 刚才前面那些问题 但是Embedded DB 可能也有一些问题 会在于是说 你现在用的DB的版本 如果太新 可能你现在选 那种Embedded DB 可能还没有 正式的support support到它 或者是你可能 用的是Embedded DB 那它的行为 跟真实的DB 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所以在Embedded DB 可能也许 有些人就 以前的经验 就遇到说 我在做整个测试的时候 是过的 到了server 到了production 却有一些 预期外的情况发生 那在这时候 我们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那就会是今天想要分享的 Test Containers 好 那什么是Test Containers Test Containers 它是一个Java library 它supports ZUnit ZUnit 那它提供了一些 轻量化的 一些common的 常用常见的 一些database 或是任何可以在 Docker上面执行的 container 它都可以结合起来 那跟我们的测试 一起做结合 并且去执行 那Test Containers 它主要的 可以去测哪些东西 那在官网上面 是这样子说 是 举了这三个 这个topic 那 我们可以用Test Containers 来测我们 Data Access Layer的 整个测试 就像刚才前面 提到的 我可能在我的 我用的是MySQL 或是PostSquare 或Mongo 等等之类的 那我就可以 接着Test Containers 去将我们的测试 去做资讯 并且去验证 我们的跟DB的沟通 是不是正常运作 那我们也可以去做 一个application的 indication test 那因为这个是说 举例来说 我们application 可能不只有DB 我们可能会用的一些 可能NQ 或者是一些 等等之类 或是不同的 第三 或是其他的web server 那只要这些都可以 在执行 在Dark上面的话 那我们是可以 透过Test Containers 那去做一个 shortlife的一个 Test的模式 那让我们再去做 这个application level 的一个整个测试 那他也可以去做到 UI的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 containerized的web browser 并且的slending 那就可以继续去撰写一些 自动化的UI测试 那简单介绍完一些 Test Containers之后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 换用到 买规到Test Containers 那其实在原本我们的状况 我们用的 我们用的embedded 的Mongo 那其实在 在我们的过程中 其实embedded 的Mongo 它在会 不定时 有时候偶发 会有一种 就是它起不来的问题 那会造成我们的 喜爱 或就会失败 那喜爱失败之后 那我们可能就 觉得Test Containers 都要做重跑 那就可以 当它正确执行起来 就可以通过 那但是这个其实 ofan是偶发 但是也是蛮 蛮脑的 而且蛮 蛮烦的 对 那另外就是 我们其实除了用了 embedded的Mongo之外 那我们还用了 embedded的Mongo 那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 embedded的Mongo 是2.2的版本 但是这个版本 它并没有正式的 supportMongo 4 那我们想要将它 升到 embeddedMongo 3的版本 但是embeddedMongo 3的版本 它依赖的是 它以底层依赖的是 embeddedProcess 3的版本 那刚提到 我们用的Micycle 原本的Micycle 它底层依赖的是 embeddedProcess 2的版本 那 这边 它们两个 在我们的 会造成冲突 那会导致 所以导致我们 其实没办法正式的将 embeddedMongo 升到3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就遇到的问题 OK 那分享我们遇到的问题之后 那 如果要用Test Container的话 那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那刚刚有提到Dock 所以Dock基本上会是必备的 那另外我们用Java的关系 所以可以用一些 Testing Framework 可能Zenit4 Zenit5 或是Spark等等 那用Test Container 其实还蛮简单的 基本上你把它依赖 拉进来之后 就可以去做使用了 那 这边是Maven的例子 这个Graddle 那我们后面的例子 是MongoDB 就是MongoDB 那当然跟你的专业需求 你也有Micycle PostQuest等等 那在官网上 其实还蛮多 SupportDB版本 都可以去看看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跟大家 让大家看一下 了解一下说 这个 用Test Container 怎么去 去写一个测试 那这个是一个 User Reparture的测试 它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我们create一个User 然后将它 save起来 然后检查这个User 存不存在 就这样 那这边会看到说 我们如果要怎么叫一个MongoDB 那就是这样子一行的Core写法 去指定我们要叫得起来的MongoDB的版本 那我们在这个测试执行的时候 Test Container 就会帮我们把MongoDB叫起来 并且然后执行测试 然后在结束的时候把它停掉 那这刚刚的例子 那这是我们实务上 我们在做的一个 我们用Test Container 那因为我们的DPSS Layer测试其实蛮多的 那刚刚的测试Sample 其实它会每次执行 就会关掉 那它的效能是比较差的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 Singleton Container的做法 那Singleton Container的做法 就是在我们会宣告一个 这个变速出来之后 然后在Static Block里面 去将我们的Mongo 去做执行的动作 那另外在开发上面 为了比较容易去做reuse 所以我们去 implement的Test Extension 那这样的好处在于是说 我们今天有写一个 不同的测试的时候 那我只要用Extend With的方式 就可以 我现在加Mongo进来 就加Mongo进来 那如果用Mongo 就把Mongo加进来 可以自由的去做 抽换跟选择 那另外在用Singleton Container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一个reuse 我会把它设为true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告诉Test Container的说 Test Container是说 我这个container 我要重复被使用 所以请他的测试 不要帮我shop down 停掉 这样子的做 所以我会把它设为true 那具体这个差异会有什么 我在后续的投影片 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OK 那在刚刚的测试案例里面 当我们把它启动了之后 其实在我们的Duck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Test Container 就会帮我们把MongoDB 叫起来 然后它的Port 会是一个Random的Port 那RandomPort 有个好处就在于是说 它蛮难跟我们 Local Geo的一些service冲突 所以 然后 另外就是 它会起一个 Duck的container 那个Duck的container 它的作用途 它会去帮我们去监听 我们目前的测试 那当测试执行完毕的时候 它会帮我们将这个MongoDB 停掉 并且关掉 那如果今天没有它的话 那可能这个它就会 因为是新口腾container的 协法的关系 那可能就会一直存在 OK 那这边是我们的那个 测试 我们的测试 那个Migreo的testcontainer的时候 不同的bue time 不同的情况下bue time 那我们测试其实 有蛮多的 那但这里是持续增加中 那我们总共的单元测试 有5000多个 那我们会这边可以看到说 我们用testcontainer 并且将reuse 设为true的时候 整体的bue time的时间 其实相较的时间 是快的不少了 将近一倍 特别是买西口部分 是快的 大概四倍多的情况 那MongoDB也有比较快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刚刚提到 reuse多的 受为force的情况下的话 它的执行时间 其实相对讲是会比较慢的 因为它会重启的时间 所以它甚至会比之前的 原本用embedded的Mongo 还要来得慢 对 那这是一个 我们换用到testcontainer的时候 我们捐给这个chart 那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换成testcontainer之后 相较以往的bue time 其实我们快的蛮多的 以前可能会有时候 跑到47分钟等等 升30-40分钟以上 但换过去之后 基本上都压下了不少 ok 好最后 这边就是 结论的部分的话 就是testcontainer 它这个project 目前是持续有在active 而且还是持续有被开发 跟maintain 那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当如果它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它因为有持续被维护 所以一些bug会做fizz 它不会像说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 我们用的embedded的mysql embedded的mysql 我去看官方那边 它大概两年没有更新的 甚至官方的github上面 它也建议说 可以用testcontainer 来取代它们 对 另外就是 因为用testcontainer 还有好处就是 我们今天如果要升db的版本的话 那是相对容易的 像刚才提到 我们可能只要对 直定的image换成 如果我们就用mongo 因为4.2 要换成4.4 那我只要改image 我只要改image的 那个string就好了 那我的testcontainer 是不用去升级的 而且这是不下方便的 那另外就是 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这个testcontainer 它是由 不好意思 我们在做跑测试的时候 那我们所有其他container 都有testcontainer去做管理 那它也是 其实是random port 那在测试上面 其实蛮方便 基本上 在跑的时候 也不太遇到 跟机油的服务冲突等等 所以是还蛮容易做使用 那另外最后就是 根据我们前面的经验 那如果我们起container 是用singleton的pattern 那并且像reuse withreuse soy true的话 那可以看到 大部分人 他可以看到 他执行的速度 是相调之间 是快的不少 所以如果大家未来 要用的话 那可以评估看看 寻找需求 其实会蛮建议 就是用singleton的pattern 搭上reuse withreuse soy true 会让你整体的build time 会加速 这边是我的一些reference 的试试 OK 好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听众问 testcontainer 可以做e2e test吗 那可以的话 怎么去referr commit的资料 就是让同样的资料 同样测试再跑一次 这样子 好 你说referr 可以 再像我们在 同样的资料 再跑一次 其实应该说 testcontainer 看你的情境 因为testcontainer 再起来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 你可以先预宣 需要一些script 那让他在执行的时候 让他在执行 他在起来的时候 他就会将对sql 执行 然后写进你的db里面 那另外就是说 像刚刚有提到 像我们的动法 我们是新构成container 那如果你需要 将资料做清楚的话 那我目前的做法 是用在 在刚刚的 extension里面 我会有一段code 会去做db 做清控的动作 对 那基本上还可以support 那具体的应用情境 可能要看你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你要这么去做使用 对 不知道讲 有没有回答到他的问题 那谢谢 讲师今天的时间 跟今天的讲解 非常相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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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